位在大溪区月美里大汗溪右岸的山珠湖生态区 早期是一座私人的农园 主要范围都是河川区 考量到当地丰富的自然生态 以及良好的休息条件 市府在106年启动了清水园区工程 赤字1.7亿元 将当地打造成山珠湖生态清水园区 现在正式完工 期待可以串联起大溪的观光带 也提供民众一个踏青的好去处 布满荷叶的皮塘 就是山珠湖生态区的一大亮点 在绿意满布的环境中 搭配自行车道与木栈道 民众就可以轻松在这里休闲散步 在不影响当地环境的前提下 市府完成了18公顷的自然生态园区 让山珠湖再次擦亮观光的招牌 那施工方法是把这里的用生态的纹理 那用这个细致的工法来施工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里原本有的生态特色都保留过 那六个湿地呢都很有特色 那非常适合在这边喔 骑倒拉车或者是散步来这边 那通子军也决定把这里喔 做一个露营基地喔 来这边使用 这里就会在大汉西畔 西边是庄庄调整石 南边就是大西老街 串联起的观光带更加完整 加上保留的数十种原生动植物种 让这里也成为一座天然的自然教室 能够有这样的休闲绿地 地方民众也给予高度肯定 整个月没礼喔 就包含大约 大约有三百多公顷的那个休闲农业区 然后这个生态公园 也是在这个休闲农业区里面 那么在未来的大汉西 一定会更生态 也更美满 也更美好 市府未来与规划 要在附近打造连接 中庄调整池的跨桥 进一步连接大汉西沿线的湿地 串联到石门水库 要将大汐打造成生态教育 与运动休闲的观光圣地 台湾有声新闻 林德操 李安武 大汐采访报导 无人讨厌 那组组合